你想做什么 陆大师却拦在秦义辰身前 力声喝道 救他呀 秦义辰翻了翻白眼 他对这个陆大师 已经是没有一点好感了 也的确 若是专心研究丹道的炼丹师 谁会来急言之欲这种地方 这陆大师在这里 就说明 他是一个急功耗力之人 救他 陆大师仿若是听到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嘲讽他 就凭你手中的丹药 秦义辰手中的丹药 卖相的确是不怎么好看 虽然圆润是够了 但是却毫无任何光泽 灰扑扑的 上面就好像有一层灰尘一样 圆润而没有光泽的丹药 那就只是二品丹药而已 当然 他们并不清楚 这是秦义辰专门为来到 急言之欲研制出来的特殊丹药 此药 秦义辰取名为三转清心丹 能同时聊至身上伤势的同时 清除体内焚毒 不过 暴风拥兵团的众人 在看到那灰扑扑的丹药后 也大失所望 不管如何 车梁正身上的伤势 绝对不是一枚二品丹药 能够救治的 不试试又怎么知道 秦义辰也不恼怒 依旧是那副淡然的模样 试试 真是可笑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当车团长是什么人呢 啊 是你说试试就能试试的 若是车团长出了什么事 你负责吗 陆大师顿时更是借题发挥 怒斥秦义辰 那你能治好车团长吗 秦义辰不嫌不淡地反问了一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让陆大师脸色憋得通糊 他的确没有那个能 若是有的话 怎么还会在这里白站着呢 这其实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既然你救不了车团长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试试呢 难道还会有更坏的情况 的确 就如秦义辰所说 已经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情况了 而且车梁症明显已经奄奄一息了 让他试试 那女子终于是开口了 扯姑娘 陆大师和灵火轩的掌柜 都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她 特别是陆大师脸色明显就变得不好看了 让开吧 秦义辰嘴角含着一抹轻笑 避过陆大师低下身 将三转清心丹喂入车梁症口中 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车梁症身上 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所有人都半信半疑 大概过了两分钟后 突然那躺着的车梁症身躯一颤 然后侧起身来大口大口地 咳出一块块有些紫黑色的血块 接着她又迅速地瘫倒了下去 原本如若烧红的脸色迅速变得苍白 团长 暴风拥兵团的人顿时一惊 见她又倒了下去后 顿时整个心都凉了 小子 你竟然敢害我们团长 其中一个壮汉就要对秦义辰动手 赵 出手 就在场面闹哄哄的时候 一个虚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第一时间落在了那个女子耳中 她可是一直都将视线放在自己爹爹身上 所以在场的只有她捕捉到了这个微弱的声音 爹 女子大叫一声 然后就来到了担架旁边 一脸惊喜交加 爹 你怎么样啊 爹 你别吓你了 这边的异状才算是给秦义辰解围了 那些暴风拥兵团的人顿时又围了过来 那些围观的人眼中也都是流露出惊奇的神思 难道那枚普普通通的担忧真的救了车辆症一命 这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现在的车辆症虽然很虚弱 却不是方才那垂死的状态 这看似差距不大 但是其实却是生与死的差别 虽然不可能说车辆症能被那丹药治好 但是 她的命却是暂时保住了 这怎么可能 陆大师和灵火旋掌柜都是目瞪口的 特别是陆大师 他当然看出了这点 此时 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难看到了几点 这对于她来说 是多么打脸的一件事情 车团长 你好点了吗 真是太好了 我还以为 你他们以为为什么 那对车团长来说 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 暴风拥兵团的成员 也一个个激动莫名 几乎开始胡言乱语 你们是多么希望你们团长死快点啊 那么多人围着 这时候 从他们身后 传来一个很不合群的声音 声音中明显带着不悦 他们回过头来 看着那衣衫有些不整的秦义辰 顿时 刚才动手的那个壮汉 一连惊态 小兄弟 真是对不住你 刚才俺老熊冲动了 你打我吧 狠狠地打 休息为止 你可千万要救救我们车团长啊 他尴尬地走到秦义辰面前 不是很会说话 但是话语中的感情却很真挚 同时也透露出 他很害怕秦义辰一足了之 谁稀罕打你 秦义辰没好气地呵斥了他 然后对着那暴风拥兵团的成员说 让开点 让你们团长透透气 不然都快被你们闷死了 他当然不会介意这种小事 其实拥兵团分为很好 不像那些大家族 家族内就知道各种争权夺利 兄弟相残的事情多得很 而拥兵团的人 却都一个个很讲义气 如车梁正 他当时若要逃走 肯定没问题 但是他却选择了 掩护自己的兄弟撤退 而这些暴风拥兵团的拥兵 也肯为了他和任何人拼命 我爹他 女子站了起来 看着那依旧是气息微弱 他的车梁正 心中说不出的担忧 秦义晨没有说话 而是低下身 将手掌放在车梁正的手腕上 闭上眼睛 感应着他体内的状况 少许 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车梁正的情况 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 其体内 已经被焚毒侵蚀的极为严重了 而且身上的伤势也非常致命 毕竟 那是来自相当于 五王境界的研魔统领带来的创伤 不是车梁正一个临近大城巅峰的人 能够承受得住的 见到秦义晨紧皱的眉头 暴风拥兵团的一肝壮汗 目光都是紧张了起来 车梁正的女儿 更是双眸 擒着晶莹的泪花 小 小兄弟 过了半晌 那个大嗓门的拥兵 终于是忍不住 轻声开口叫道 分毒侵蚀的有点严重 秦义晨皱着眉头 面色有些凝重的低声说 听着秦义晨凝重的声音 一个个拥兵刚有好转的脸色 又是变得暗淡了下来 还是没希望 围在这里的众多拥兵 谁不知晓 研魔统领的厉害之处 研魔统领的坟毒 就算是五王强者 都不敢轻易沾染 车梁正能坚持这么久 显然也是极限了 小子 不行就快点滚出我们灵火轩 透过人群 望着有些为难的秦义晨 灵火轩的陆大师 顿时叫喊了起来 对于他的叫喊声 秦义晨并没有搭理 出乎意外的 几个暴风拥兵团的壮汉 也并没有催促秦义晨 而是狠狠地瞪了陆大师两眼 旋即又是将目光 停在了秦义晨 与躺在地上的车梁正身上 被耽搁了有点久 就算是我的丹药 也只能暂时地保住他 秦义晨摇了摇头 缓缓地说道 听到这话 众多拥兵神色一阵暗然 就在他们心灰意冷之时 秦义晨却又是开口了 我有一个办法 帮他去除焚毒 不过危险性比较大 有几成把握 在秦义晨身后的女子 眼中迸发出了蹊跡之色 连忙问道 不足五成把握 秦义晨并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那个方法便是催动自己的真元 进入车梁正体内驱逐坟毒 不过 驱逐坟毒的过程中 有着太多的不稳定因素 若是在驱逐时 车梁正体内的真元 保护意识的抵触 那恐怕会让他的身体 更为迅速地被坟毒侵蚀 感谢观看